延續假期在夜間收費與否 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到整個交換量的分流 江部召開記者會宣布今年雙十國道書運 維持四天夜間五小時免費 五點多已經很車流一定 就是包括國務血稅的部分 包括我們西部的部分 它都有大量的車流出來了 所以我們認為是說離風的時間的話 它應該是在五點以前 今年高工局也首度示範 日間離風減價收費措施 將在七號第一天下午以及十號的上午 國道全線雙向打七折 不過整場記者會由陸正司長 與高工局長主持不見部長賀成蛋 但今年五月端午廉價輸運 賀成蛋確實親自說明 車流量並不高 沒有必要 就是要把這個 讓好像民眾要去 在夜間去上路的風險 好像等於政府在有點鼓勵攤 兩場記者會主持者階級大不同 引發外界質疑 賀成蛋是否不滿賴清德下的 夜間免費決定 但賀成蛋回應 廉價輸運是交通管理問題 本質上是執行機關的權責 應該盡量授權他們負責 我們今年雖然整個車流增加 但是塞車減少 它只要在高速公司外 額外花時間就減少 賀成蛋從去年上任 端午廉價首辦 國道夜間收費 結果成效不加哀哄 去年的中秋廉價只好恢復免費 但今年的端午廉價原本是中間兩天 凌晨兩小時免費 結果引發反彈 交通部有緊急改為四天五小時免費 賀成蛋連續碰壁 再加上賴清德上任 紅包越送越大 也難怪引發外界聯想 兩人理念是否不太相同 記者李英榮 越方 SNG小組 台北報導